吃丼菜然后滚一粒春 然后长寿百岁 这个叫做丼菜 小时候不喜欢吃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不错 在东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吴岳里的协助下 金融市长牛昌亲自下厨料理 充满年味的常年菜 乳红糟肉等便当菜肴 其中乳红糟肉还贴心地分两种肉类 方便长者食用 这是五花肉 红菊啊红菊五花肉 因为这个红菊也自己做的 这个是稍微有软滚 对对对 五花肉就是老板如果吹起来 比较不好就是要吃这个 对对对 排骨都是瘦了 阿姨来 来来新年快乐 这是由金融市东明社区 举办的寒冬送暖活动 去年底拿下社区金典奖的东明社区发展协会方面决定用奖金制作香喷喷的联位便当 分送给社区长者及弱务民众 希望在过年前夕将喜悦分享给大家 这个地方是得到卫福部 我们第六届的社区关怀据典的经典奖 那我们吴理事长还有我们赖理长赖会长 他们都是在地方耕耘扎耕 那而且呢这个民众来一个关怀跟参与 把这个据点进行得非常棒 而是我们金融市一个模范的据点 所以我特别在岁末呢 来这个地方跟我们吴理事长这边一起来给我们 里内的弱势的这些民众们来发便当送暖 第二个呢也写春联来祝福所有我们的里民还有市民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一切顺心平安 扭转乾坤 然后心想事成 老师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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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长海语社区关怀据典水墨班塑法老师们 一起现场辉豪写春联 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喜气 金融市政府设计处方面表示 目前全市有88个社区照顾关怀据典 平均每两个里就有一个 希望鼓励长者们到关怀据典 参与多元的课程及活动 丰富老年生活 快乐的在地安老 牛产全坤好运大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